相對於工作攝影呢 它更需要的對公眾對社會的負責 而私呢是更多的是 對於自己內心的一種情緒的一種展開 只對個體自己負責 取悅於自己 不然的話我覺得生活比較單調或者單向 我的這種私攝影其實還是建立在 職業時新聞攝影的影響 我選擇的是一種黑白的粗顆粒模式 接近於當時的那種氣氛恐懼不安 這種戴在口罩行走在路上 這種氣氛這種氛圍之下 它其實是一種集體的這種有意識或者是無意識 都被這種情緒歸國系列者一直往前推進 尤其是通過網絡傳播 它有好的訊息和壞的訊息 進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裡 這種東西就不斷地加強推動了這種氣氛 然後又回到我們日常生活中來 形成了一種非常的奇象 疫情之前它也會長移在日常生活中 但是可能被我們所忽視了 無非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這種非常直向就慢慢突顯出來 會更強烈 我比較喜歡人物支撐於一個環境裡面 這個環境是看它有關係的 而不是跟別人有關係的 這裡面既可以看到它有傷感的東西在裡面 但它裡面也有一些因為疫情的轉變 趨好 向好 它開始接受陽光 接受自然 它的身體是放鬆的 它就是在那個樹下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就是我拍了十幾張片子 它都不知道我能拍它 此時刻那時那刻 它嚮往了這個環境的關係 因為它可能也很久沒有出來 這是我覺得這個環境 這棵樹 這棵小的場域 對它來講夠了 我的看到的 或者我感受到的 有一種巨大的陰沉氣息 如果不是因為醫護人員的複勇 不是因為現在這份春天的到來 我想這種陰沉的氣氛 不會那麼快地交上開來 所以我再拍下了每一幅陰沉的照片 都是對秦朗的一種渴望